用不用我就想 你不是说安虎是一个非常真诚 非常说实话的人 我就问安虎一个问题 兵哥 抠门吗 这个你可以随便说 挺抠的 反正是 因为我跟他认识这么久 好像他没有请过我吃过饭 好像兵哥也没有请我吃过饭 从来我就不敢想他请过吃饭 你听我跟你说 我不是抠 我确确实实 特别想给朋友请客 但是我也特别想帮朋友 你知道吗 在帮的过程当中 后来我突然听说这安虎 和几个朋友开了一个店 对 我也去吃过 是这个叫什么来着 五虎九号 你再说一遍 五虎九号 我跟姜五哥开的 姜五和安虎开的 所以叫五虎九号 后来我就当时让我经纪人 我说你们请客吃饭 就去五虎九号去吃去 也就是说你的很多请客都在那儿 安虎知道吗 我不知道 他不知道 我完全不知道 后来也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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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他估计可能是要问问二号里面那个人 就是允不允许他把一部分钱放到我那里 是不是你在家里面不太管钱 就是啊 我不管钱 因为这个话题 我隐身一下我的人格 好吗 我隐身一下我的人格 不是 您在艺术上的造诣不代表您就不能抠 对 可以 艺术上有高度的人 对 我就说 节俭点也是一件好事 我的人格 有一回出去买一件西服 然后我太太就说 哎呀 这个西服不错 一看呢 两万九千多 我一看旁边跟他样子差不多 八千多块钱 结果买完这八千多 我一扭头一看有一个五千多的 然后呢 我一穿的五千多呢 大家看着也好看 结果就买这五千多 就是我能少花钱 我就少花钱 所以这套衣服其实八千多 您在淘宝上买了八百多 你看 这是我 但是呢 我再跟你讲另外一件事 我好朋友高雅琳 在我们小区 哎呀 看着这房特别好 她想买 结果雅琳说 哎呀 把账一弄完之后 差个二三百万 我当时我就说了一句话 我说雅琳你买吧 这钱我借给你 哎呦 哎呀 我抠 我真的对自己很抠 嗯 因为我觉得我挣钱不容易 嗯 但是有一点 我李斌到现在为止 我敢说 我对朋友不会抠 我儿子 我儿子